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人贪污了十亿元 被蒋介石亲批枪毙 1947年1月12日 蒋介石亲自下令 枪毙海军上校刘乃怡 此消息一出 震惊了全国 蒋介石竟然出手如此之狠 其实老蒋这也是被逼无奈 因为当时实在是太混乱了 就当时的全国情势来说 刘乃怡只是当时贪官中的出头鸟 因为当时的贪官实在太多了 在抗日胜利之后 全国有四万里的日军产业代接收 当时进北平 天津 上海 杭州这四个地方接收机关 就有175个 名为接收实际上是趁机发财 当时戏称为无子登科 极为战防的 抢车子 脱金子 捞票子 玩戏子 贪官无力横行 刘乃怡就是此时趁机贪污了十个亿 她是葫芦岛海军学校毕业 后来担任海军连长 先是东北军 后来又投靠蒋介石 1944年被调到军政部工作 在全国抗日胜利之后 刘乃怡又回到海军 她以华北区海军专员 监平金分处主任的身份 驻驻天津担任接收工作 她之所以成为出头鸟全败一个女人所赐 这个女人不是别人 而是刘乃怡的小妾金红 金红本是天津一个三红母女 刘乃怡之前已经娶过三个老婆 为了能把金红弄到手 曾许怒 只要在天津 堂姑两个 她想要的东西 都能弄到 后来以二十万的礼金 外加无数珠宝 最终娶了舞女金红 这个金红很是骄横跋扈 得罪了捧红她的苏议员 以及天津的不少官员 权占刘乃怡的身份 后来接收贪污的风波在全国各地刮起 弄的是民怨沸腾 蒋介石不得不下令进行彻查 于是蒋介石派出了18组的清茶团 到全国各地清茶 当清茶团来的天津之时 苏议员就把搜集的证据上交 清茶团本身也查到了刘乃怡 存在大量贪污造卖 在请示之后 清茶团决定对刘乃怡进行诱补 以开会的名义 把刘乃怡约到了兴安路临时参议会 然后避开刘乃怡的警卫 成功将其抓捕 同时由40人分成4组 对刘乃怡的住处各地进行搜缴 据资料显示 当时搜缴的黄金 珍珠 美金等 加起来总金额超过10亿元 而她的小妾金红也被扣押 两人竟然互相埋怨 对骂了起来 1946年8月28日 清茶团在清茶各类物资之后 对刘乃怡贪污已经是证据确凿 第二天 刘乃怡被押到北平进行审判 此时她的前妻仍在四处花钱为她活动 后来有人告诉刘乃怡的前妻 此案由委员长亲自审理 找谁也没有用 1947年1月12日 蒋介石在看了报告之后 亲自批示出死刘乃怡 1月16日 在宣读审判 判处刘乃怡死刑之时 她害怕的全身打紧了哆嗦 最后一直被拖到刑场 被枪毙而死 十年自14岁 刘乃怡被枪毙 当时震惊了全国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